製作剪輯 按這個是可以拆下來的 我們接下來下午,早上直播的是氣壓 這台車當然我們也有氣壓,而且還有氣壓的實車可以試乘 不過今天這台車是W205的二輪傳動 要改的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這台車每次經理直播的時候都會特別的介紹 因為我覺得啦,自己覺得這台車現在的CP值非常非常高 100萬左右能夠買到那麼漂亮的進口車 而且碎金2000cc,動力的話又是200多匹 又渦輪的引擎,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超值 這台車其實底盤有分兩種,應該說有分三種 一種是像這個,這是後驅的一般二驅的 那有的美規的,進的是在這裡有一個Logo 4Matic,四輪驅動的版本 那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是氣壓式的避震器 這台也有選配喔,有的也選配成氣壓的 所以不論是二輪驅動,四輪驅動,氣壓避震器 KT全部都有專用的車型可以對應 所以我們對這台車有很多不同的型號 當然啦,如果要把像這樣的彈簧改成氣壓也是OK的 像早上的A4 B8一樣,所以都沒有問題 那這台車的問題在哪裡 第一個,2016年開始生產 到現在的話2020年 車領的話有都大概要接近避震器 也慢慢衰退,要開始要做汰換 所以KT專程為了這台車 買了一個大概底盤一樣的車重 就是要給車友們來試乘的 所以如果您是開205的車款 非常非常歡迎,預約來試乘,來體驗看看 那這台車的狀況是會在後避震器 這台車應該是改的 這個原廠也是貝士登所製造的 對得到交嗎? 可以 這是前面的避震器 那這台車前面避震器沒什麼問題 後面避震器每一次開這款車的直播影片當中 都會來壓看看 我的體重大概接近60公斤 如果以我的體重 我們常常看到日系車 經理在壓後面筒身的時候 單隻手一壓就壓得下去了 這個以我的體重60公斤 還壓不太下去 我把它顛倒這樣比較好壓 好像在表演馬戲團其實不是 那我要表達的重點是什麼 這個阻鈴它做得非常是overdamping 如果後方的彈簧 假設是12公斤好了 那這個阻鈴一般會跟12公斤做匹配 但是日系車通常它的阻鈴做得很軟 所以會比較舒適 尤其是像Toyota的車系之前 現在Toyota的TNGA已經做得比較硬朗一點了 好 那這個阻鈴的話做overdamping 如果它本來後方是12公斤 那這個阻鈴有可能配到15公斤16公斤 那這個會形成什麼樣的狀況 第一個 我們在台灣道路品質不好的時候 慢速的行駛 它會覺得筒身壓不下去 路感後座的乘客會覺得很頂很硬 這個是低速時候的感覺 但是它就一無可取嗎 也不是 像這個的阻鈴在高速公路上 如果140、150甚至180、200以上的時速 它後方的統身表現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這個阻鈴的話還是得看看 每個人開車的需求不太一樣了 如果經理開車的話 我覺得像這樣的阻鈴在低速的時候比較點也還能接受 因為我比較想要的是像高速時候 或者是我們一般避震器製造上最困難的就是 如果有一個比較高低的落差 再下去之後那一下 像這個一次就吸不住了 其實這個不錯 但是如果避震器做的比較像日系車 或者是阻鈴跟彈簧沒有匹配的很好 如果沒有匹配很好的狀況 它就會有可能會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晃動感 所以後面的阻鈴就顯得非常非常重要 那這台車其實是KT在製造避震器當中 很少數很少數會把阻鈴值往下修正的車款 這台車經理也有在其他的車款裡面做直播的時候也有介紹過 這是最經典的 KT不只會把阻鈴要做得比原廠硬 這台車是少數少數少數裡面會把阻鈴往下修正的車款 來再看一次它的阻鈴真的很硬 這個不是壞掉 這個阻鈴還很新 這個阻鈴還很新 它的同身還很新 狀況還很好 但每款車的W205 都是類似這樣子的 那如果這個底盤跟賓士的E-Class W213其實是共用的 如果這個阻鈴就不會放到W213上面 W213的阻鈴絕對會比這個還要軟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做一下這樣的比較 但是這個其實都不是客觀的 我們只是用我的體重來下壓看看而已 真正要比較科學化 會用我們工廠裡面的阻鈴測試機 去拉看看它的阻鈴曲線 這樣才是數據化才是科學的 前面的避震器我們有互上座 上座的話它的這個螺帽螺絲的規格 原廠的規格是Pitch跟我們的規格不太一樣 所以螺絲螺帽都改成KT的 那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後方的話這個本來後方原廠有一個上座 這個上座其實不太會損壞 這個上座的話就沿用原廠的規格 那這個彈簧跟彈簧基座也值得來介紹一下 一般這個彈簧上橡皮跟彈簧它會是乘一直線的 可是為什麼它的中心點跟彈簧會做平行的 因為這一塊的零件 這一塊橡皮的零件 它是彈簧跟氣壓的零件是共用的 所以會做的很奇怪的原因在這裡 所以這台車的下直幣有兩種 一種是像這種彈簧式的 另外一種如果它是配置氣囊的話 原廠是配置氣囊 它的下直幣是不同的 那不論什麼形式KT都有 這台車我們都有支援都有做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前方 像205二輪驅動裝上KT的樣子 這邊齁 好 今天的車主也改了很漂亮的輪胎跟旅圈 這個是19吋吧 這是19吋的 225-40-19 這個也都有前後配的規格 這也都超輕的耶 非常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裝上去 原廠AMG的版本 它就已經有配置多二塞卡鉗 然後這一台車還有一個重點 特別特別重要 不論是不是改KT 或者是不是原廠 這台車前輪特別特別容易 說磁胎好像有一點不太專業了 但是簡單來說就是它的輪胎摸號會不均勻 它前輪的Camper原廠的話不降車桿 大概是1.7度左右 所以很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那在很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不得已我們在做定位的時候 豎腳就必須要做修正 所以前輪輪胎的壽命也會變得比較短 那有可能輪胎內側摸號之後 不得已要翻胎 因為這台這個有前後配 所以不能把前面的輪胎掉到後面 所以我們會做左右對調 那左右對調指的翻胎的意思就是 鋁圈跟輪胎需要拆下來 把右邊的輪胎我們換到左邊去 所以這個就叫翻胎 那目的就是要延長它的輪胎使用壽命 那簡單來說這台車有兩個比較特殊的狀況 第一個前輪容易吃胎 第二個疊盤的狀況很容易會做變形 因為它這個中間的這個蓋子做得比較薄 所以在比較激烈操控之後 就比較容易會有變形狀況 但是這個疊盤 目前的話坊間都已經有改良的產品 那第二個狀況就是 它的這個 Camber的角度 原廠1.7度 現在市面上有兩種的改法 第一種是用偏心鐵套的方式 就是來校正它的前輪的一個 Camber 的角度 它的角度的話 可是用偏心鐵套的話 它的角度可以校正大概零點幾度左右 校正到OK的話大概是負一度左右 就比較不會失態了 那另外一個方式 剛好我們廠裡面有耶 但是經理不太想替這個品牌來做宣傳 因為不是很好配合 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這個上三角架的部分 這個上三角架 原廠它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上三角架 改成可調式的機構 可是這個改裝的方式 花的費用要花一萬多塊錢 但是這個能做的角度的範圍 就遠比偏心鐵套還要來得多了 就是跟之前有介紹過其他車款 把後方仰角調整器改裝的意思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改裝的方式 這個是雙A的懸吊系統 我們把這個支幣 從這個地方 改成一個可調的機構 它能做的角度 就能夠做到不失態了 如果有看到影片 又剛好是開這款車 或者是W213的話 可以留意一下你的前輪狀況 是不是有失態的狀況 可以靠這兩個方式 但這一個偏心鐵套的方式 如果有需要可以問我們小編 我們會替大家來轉介 有比較OK的店家 那如果要改裝上三腳架的話 那個就可以找KT 那這個改裝的方式會不太一樣 好 那回到避震器的部分 我們前方啊 這個是2000cc渦輪引擎 所以前面的話 我們配置是12公斤 這台車後方的話 是配置15公斤 前12後15 就是這台車道路板的設定 那如果是C43 或者是8缸的C63S之類的 前方的彈簧公斤數呢 就會提升到14公斤 甚至是16公斤 不等 所以一般來說 前方的2000cc 我們前面彈簧配置是 配置12公斤 那車高的調整比較簡單 前面是雙A的懸吊 所以它的車高調整 就把桶身把它調長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那阻尼的調整比較簡單 但這台車阻尼調整的部分 因為車子現在這個鏡頭拍不到 如果啊 副駕駛座這一邊的話 阻尼調整棒 調整好 放著沒有關係 可是在駕駛座這一邊 它的上座旁邊 就是硬的冷煤管 硬的冷煤管 所以如果調整棒 有可能 製造的公差也好 原廠冷煤管 製造擺放位置的公差也好 就有可能啊 會有阻尼棒 跟這個冷煤管 會有干涉 會有磨到的狀況 剛剛好碰到是沒關係 可是有可能 我們在行車行進之間 有可能會造成震動 那久了 有可能會磨到破損 破損的話 就冷煤 就漏掉了 結果有可能沒有冷氣 不會有行車危險 但是 基於這樣狀況 所以會建議啦 我們駕駛座這邊的阻尼調整桿 調完畢之後 先收起來 要調整的時候 再插下去調整 這個是這台車 比較特別 要告訴技師 跟要告訴車友的地方 再來是介紹後方 前面大概是這個樣子 後面的話 其實還在持續施工當中 後方的話 這個是要沿用原廠上座的部分 在這裡 會太暗嗎 我要補個燈 等我一下 謝謝 這個是後方的上座 上座下方 這裡有做一個旋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 來調整後面的軟硬度 調整機構是放在上方 今天的車主的車高 想要帥一點 想要留下 大概剩下一指幅左右 所以幾乎啦 這台車如果沒有記錯 KT的彈簧的版本 如果把一個托盤拿掉 最低大概是剩下一指幅 到半指左右 會是輪胎的規格 稍微有差異一點點 彈簧在這裡 統身在這個地方 這台車一樣 還有一個重點 這支 這支上面的這個直幣 原廠後方的話 它降下來之後的Camber 如果太趴 就可以改這支 這個的話 就比較一般 有很多的品牌有做 這個一樣是後方的 仰角調整器 從這個地方 也可以來做改裝 那後方的安裝的重點 一樣不能把統身說得太短 有問題 我們問W214可以裝嗎 W214 W214 W214是很經典的車款 W214的話 KT也有做 好 那這個統身 千萬不能說得太短 說得太短的話 他會覺得 後面彈簧把它逼住了 就一定會不好做 那這台車大概簡單的介紹 是這樣子的 那至於用料的話 KT用的零件 日本NOK的油風 然後義大利IP的主密 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那KT現在拍攝的這個地方 是在台中的毯子 這裡就是台中 我們製造的 KT避震器的工廠 那有提供 W213的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來試乘 如果 有想要試乘 就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那明天一樣有 一樣是W205C300的車友 要來安裝 所以連續點 我們就剛好拍了兩天 有空檔的時間 來幫W205車友來做服務 那如果 一樣是開W205 明天也有空檔的話 也很歡迎來工廠參觀 看看實測安裝的樣子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